台北市長柯文哲10號上午 在聖河西出席台北市招商 既產業合作論壇 南灣參加的民選官員包括 聖元議長Dave Cotis Milpitas市長艾和諧 Fremont市長Bill Harrison 副市長高聚嘉 以及聖河西市參市Johnny Katmes 柯文哲以台北前景在望的城市為題 發表演講時指出 台北是個值得投資的城市 在2015年的四個重要亞洲經濟評比中 都名列前五名以內 台北有完整的都市規劃 在科技上有創新創業的環境 適合投資 出席的市長 在論壇中也發言介紹席谷各城市的優點 如Fremont市有Tesla和Honda電等 潔淨能源產業 Copitino有Apple公司 Sanocci有各大科技公司 幾位市長都歡迎與台北長期交流 記者王慶偉 鄧英格 聖河西報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